我說不管三七開 六四開 總是可以做一個評價 請問支持特色陳水扁 這個我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你知道 不是支持特色 應該這樣 正確講話就要解決這一個歷史問題 市長要怎麼解決 我跟你講 2016年那時候應該要處理 2016年不處理 現在2019年又到選舉權了 我才不相信小英總統有那麼 如果他2016年沒有辦法處理 2019年他哪有辦法處理 可以怎麼處理 你自己覺得 如果給他建議的話 我每次講說 台灣不是世界上最前進的國家 或是唯一的國家 我每次不是講嘛 對面都可以處理毛澤東 威權國家都可以處理毛澤東 就是人家說 不管是三七開 四六開 就是給他一個公平的歷史評價 那把這些事情結束掉 比方說前 前該交代的 該交代 法律上該交代的 把它處理掉 這時間點很敏感的問題 也有議員質疑說 今天這個新書發表會的時間點也很敏感 是不是選舉考量 我跟你講喔 台灣是這樣啦 台灣每一次的選後都是下一次的選前 後來我發現沒有什麼叫做最適當時機 我的態度是 啊 該做就做 那你自己在這個時間點跟他同台 對你來說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扣分還是加分 我不認為會加分 那你還選擇跟他 但是我覺得這樣啦 這是我的個性 我覺得該做就做 他說他不支持特色 那請問你支持嗎 你們可以願意表態 明確表態嗎 就是這樣啦 我講過了 這個就是這樣 我們這個社會不是是歸對錯這樣 所以你說特色也不是無條件特色 所以為什麼每次講說這是一個歷史事件的結束 所以老實講喔 第一個你說特色他也不是無條件特色 很多事情要交代啊 錢到底怎麼一回事啊 還有這些 不但是這樣啦 議員講說那就走法律程序嘛 但是老實講齁 政治事件你知道齁 沒有辦法純粹用法律解決 所以有時候講說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請你給他一個歷史評價 他七分工喔 不是啦 我說不管三七開 六四開 總是可以做一個評價 那你覺得他幾分工幾分工 這也不是我一個人決定的 就是 hjälpt他的各種質疑 我們就看了能不能說到 你でしょう 我們有個非你